香港旧約晴 又要跟各位說 說起說起不要這樣 說到很大風 又打風了阿莊 阿莊沒有打風 天打風 如果我打莊沒有人買得起 人人都說隨便買起 當然打莊 不要說了 又起風 怎麼辦 我想說一件事 資料庫 以前有沒有那麼好的科技 怎樣可以查到有沒有風來的 如果我上街 我一定是拖著阿Luby 我一定不用怕 當然啦 這麼穩固 等著四平八穩 哪裡穩固 我一定會拖著你 放心吧 我認識到阿Luby 但我問一些水上人 你以為這幾天有沒有風打 他們都告訴我 可能兩個星期內都沒有風打 你不要說 那個水上人真的很厲害 看天氣真的很厲害 看雲 風向 已經知道 我聽到 看海水都看到顏色 看到就看到 看到 看到 溫度和暗流 他們去到哪裡 船會平時偏向哪個角度 暗流會告訴他們 因為那個溫度會令高漲潮 他們去到那個位置 尤其是水蟑螂 是吧 他說海水的熱 因為它本身很冷 會走上石頭 那些水蟑螂 是很噁心的 那個水蟑螂 你不要說了 水蟑螂 現在怎麼噁心了 其實怎樣去查 怎樣去查 又沒有儀器又沒有什麼 除了水上人之外 告訴你 在短期的 最多是一談半個月有沒有風之外 原來以前那些前輩就講一些 又叫民間的小知識 我記得就是 過完年之後 我們就會去 即是春天差不多 去拿些柴 就是說那些柴 你問要不要自己去拿 那時候就跟大人去拿 為什麼呢 他們就帶著竹 就去到那些樹蟑那裏 去拆散別人的鬥 最高的那些就找個繩 綁架 丫叉飛上去 用飛駝 十幾尺高就扯爛它 原來有一種小鳥的鬥 就叫烏鴉 即是整架BB車這麼大的 扯下來 我想那裏都有幾十斤柴 有一段時間燒的 拆完這個高的 又中的 又低的 拆完這個高的 又中的 又低的 拆了 我的心 實在是有點良知 那些大人說了一句話給我聽 聽完之後 我就好像有些 我不知道怎麼想的 那時候都是十歲八歲的 他說不用怕 他們年都要起過了 你這樣拆人 我鬥就說年都要起過了 我拆了莊那個大口 年都要起過 然後就再找人打莊 哪裏是這樣的 原來真的烏鴉 他真的年年都會起過 一個年一個嗎 那是不是每年都有一個老婆 差不多 就算他和阿姨就到了 阿莊也是 經常打莊 打莊 打莊 他年年起過的容易 可能他未必年年多 可能都是搬低一點 其實他真的很容易被人弄壞 因為他建築的那個鬥可能是很簡單的 是不是很簡單的 不是啊 他起得很實隻 很實隻 你不是那麼容易 有心去拆他才能拆到 對呀 這麼大隻 那為什麼他的年年呢 後來我真的良心都覺得好些 原來他真的年年 原來呢 我們看看 譬如今年 過月之後 我們三月左右 四月左右 清明寺的時候 見到那些烏鴉在搭鬥 那如果搭鬥 搭得好樹收很高 即是說今年 風是大極有限 如果搭在樹 沒錯 這種動物都告訴你 如果樹中間 都會有些風 如果鬆散 今年不用怎麼打風 一嵌嵌下來 如果搭是硬正 就打風了 不是那個鬥 記得硬不硬正 他是高中低 如果在樹丫那裡 即是在很低的樹丫那裡 都已經是起了鬥 即是他冒著被人拆的危險 即是說內面的封閉 不停很厲害很厲害 越高 他就沒事 沒什麼事 哦 越低就越厲害 所以有些人說 去問那個烏鴉 就問不到了 即是我說的 正在這樣站 如果站得高 如果子女會跌死 如果站得低 打風打來 跌不死 這些東西 最多跌傻而已 不會跌死 原來烏鴉有個啟示給你 看他的鬥 就知道 在來年 或者當年的風貴 有多厲害 我們沒有去引証 譬如當年的露空露鼻 露空露鼻 不是露空露鼻 不是露空 不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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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有趣 我還沒聽過露空 溫代 那些風很厲害 烏鴉當然不知道如何預測 說實話 除了動物之外 還有其他東西可以預知到 或者預測到 有 人 就是阿莊 人 地震 或者其他的 就有其他 地震 有很多石蟲鼻 都曝光 有關風的 還有一種動物 叫蜻蜓 如果蜻蜓 在黃昏的時候 尤其是太陽 半落山 那邊 太陽空地的時候 在西邊 我們看到 天色很怪 一陣子 紅色就不散 一路到黑的時候 那一陣子還在 那些蜻蜓 就很低飛 噴噴噴 走出去 那些人就趕快 要收柴 收東西 那家屋子 又要加一條麻繩 加一條石頭 去鞏固它 那蜻蜓 會預測到 即時有風 有一件事 留下一節再說 不用用器皿 去煮飯 我想 你有沒有試過 沒試過 但聽說 好 下一節再跟大家聽